晚安 索性東雙新聞 我是羅衣錦 七月開始我們先來看到 大陸實施嚴厲的封城政策 民眾被關在家 藝人劉更宏就看見這股商機 在抖音開直播教大家健身 還帶著老婆王婉妃一起跳 以自創簡單的劍子操 瞬間在網路上面爆紅 一個月累計觀看人次就超過一億人 就連大陸的觀察家都說 劉更宏長粉的速度太驚人 快篩陰性的話 醫師提醒這並不代表是確診 有可能病毒還在潛伏期 也有可能是操作不當 出現了未陰性的狀況 推播話題來看到 今天是母親節 你會怎麼慶祝呢 有道查竟然發現 有人要排隊買快篩試劑給媽媽 怎麼回事 請靜怡來告訴我們 好的 今天就是母親節 那麼這個高雄大學社會網路創新中心 以及台灣社會網路學會 他就根據了社群網路 還有論壇近兩週的討論之下 知道說現在網友 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慶祝這疫情下的母親節 那麼第一名是在家裡頭吃飯慶祝 因為現在疫情升溫出外 可能會不太方便也擔心染疫 再來是送媽媽一個大禮 或者是實際一點直接包紅包 給媽媽自己去買東西 那麼看到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這個就是第八項 乾脆你就去排隊買快篩試劑送給媽媽 似乎是因為現在快篩試劑一技難求 那麼你要去排隊還要花時間 這疫情下快篩試劑變成了珍貴的物資 也變成了一個禮物可以拿去送給媽媽 變成疫情下的特有現象 另外還有一些媽媽說 可能因為小孩停課忙翻 根本就沒有時間想 而第二個看到的是 現在在疫情之下很多人確診 但是包括了1922相關的專線打不通 該怎麼辦呢 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就說了 現在除非急症盡量不要去醫院 因為在醫院現在已經進入戰鬥模式了 包括說現在其實輕症7天 就可以自動解隔 有些人很擔心 但他說其實部分的國家 現在都抓到5天隔離而已 而且看到在新加坡 現在你如果確診的話 72小時之後就開始快篩 如果陰性就可以出門 還有呼籲大家 現在如果你確診的話 一定要做好自主的防疫 乾脆自己去Google 專線打不通 你就自己去查 自己要有處理的能力 那麼像是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說 現在開始自己要來照顧自己 似乎也是大家要學會 當個聰明的確診者了 那麼再交給易景 好那麼另外全球首富馬斯克 接管了Twitter之後 打算要裁撤1000名的員工 讓營收翻5倍 我們再請靜怡來告訴我們 好的馬上帶你掌握 這是全球首富馬斯克 他又有創舉了 就是買下了Twitter 那麼英國美日郵報報導說 他買下Twitter之後 現在大概要花6個月 就是半年的時間 來完成所有權的轉讓 他也訂出了幾個 他會做的大破大力的目標 包括他打算要來裁撤1000名的員工 當然除了裁撤之外 他也希望在三年內 再招收一些員工 但是新招收進來的這些員工 可能是工程背景相關的 再來他希望營收能夠翻5倍 並且要求6900萬名的使用者 過去是不用付費的 未來希望每月他們可以支付3美金 換算一下大概就是台幣 89元 90元的費用 藉此來減少對廣告收入的依賴 希望Twitter上面 不要再有這麼多的廣告 像是他打算提升這個訂閱制的 Twitter Blue的使用者數量 因為在YouTube現在有訂閱制 那麼未來Twitter也希望 能夠推出這個訂閱制 那麼每月的收費 大概就是3美金 大概是90塊的台幣 希望在2025年的時候 整個Twitter Blue的相關的會員 會達到6900萬名的使用者 那麼相關的政策一推出 也在網路掀起了討論 那麼以上是這一節推播話題 再把時間交換給主播